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悠 哇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為了一款遊戲而去做 有關於這款遊戲的一些未上市 還有一些公開的一些資訊的一些講解 因為說真的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 這個今年2024年真的出了太多太多的MMORPG遊戲 而且尤其是類天堂遊戲也是越出越多 但是呢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許許多多的類天堂遊戲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玩的玩家人數其實銳減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尤其是很多很多的課長 其實在這類型的上面其實就已經有點疲乏了 出的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可能就是把以前的黃金IP 或者是自行創造的一些新IP 但是都是類天堂的玩法都是換皮遊戲 所以呢今天要介紹一款真正的可能會改變我們未來MMORPG風氣的一款遊戲 就是全力之望 那這款遊戲呢很特別 為什麼我會特別介紹這款遊戲呢 是因為它的職業系統上面 設計的我覺得很好玩 自由度蠻高的 接下來的話就是它的技能 技能的話設計上面也是蠻多變的 所以這款遊戲上的時候其實應該會 會有蠻多討論的 真的會蠻多討論 尤其是它又是多平台遊戲 就是不管是你PC啊手機啊都可以玩 OK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發布會講的一些內容 這個是視覺上面方面的 就是我覺得它做的外觀上面 模組上面其實蠻特別的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反正這個也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知道大家想要知道的重點是什麼 這個的話呢它有講到 這款遊戲是完全沒有等級系統的 不需要衝的你們要練的只有武器的熟練度 所以你的一隻角色有關於你的武器 你就可以去更換其他職業 比如說呢你的劍盾 如果說你現在想要玩補師 你就可以去練補師的武器熟練度 OK 就是大致上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右邊有一隻手 這個就是徒手 它徒手的話它也是把它歸類在一個職業裡面 那這個職業呢它總共會有56種職業 來我們看一下 來總共有54種能力 然後它可以拼湊出56種職業 那這56個職業呢怎麼去拼湊出來 什麼樣的標籤需要搭配什麼樣的能力 可以拼湊出一個職業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他們在官方上面 官方網站上面會去解說你要玩 你如果說你想要玩 比如說魔劍士 就是用魔法的劍士的話 你必須要拿到什麼樣的能力 什麼樣的標籤 該怎麼樣搭配才可以拼湊出這個職業 這在它的官方網站上面都一定會去公布的 但是呢 它會有兩種的 目前只有 剛上市的話 好像只會出兩個隱藏職業 只會出兩個隱藏職業 這兩個隱藏職業就是 它是說玩家自己要去找尋就對了 它就是 你可以看到上面啊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六個欄位呢 它主要的標籤會有三個 就是那三個標籤 然後其他的三個能力 圓形的那個 這個圓形的能力 要去搭配什麼樣的能力 才可以拼湊出一個職業來 所以呢 其實這個職業上面 其實你隨時都可以去做切換 武器上面也可以隨時去做切換 只是呢 我覺得一開始大家如果要練的話 主要還是 主要還是要練一個職業就好 除非就是這個職業練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它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坎在 它應該練到一個坎的時候 應該就會滿難再提升上去 所以呢 只要在練到那個坎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去再 雙修另外一個職業 目前我給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這邊有講到 如果說呢 比如說你要玩劍盾 那劍盾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你要走防禦型的 也要走資源型的 或者是你要走魔法型的劍士 魔法型的劍盾 所以呢 所以大家 一個武器裡面 會有可以玩很多種型態 就可以滿足就是大家 比如說已經厭煩了 什麼狂戰士啊 什麼 什麼 什麼劍盾啊 什麼 魔法師啊這樣子 就很一般 但是這個職業是很豐富的 好這個是合謀部分 那合謀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其實看到這一些 其實大家應該是對於職業上面 應該會有一點基礎的了解了 那可是呢 它的技能上面的設定上面 技能設定上面 其實我覺得也蠻特別的 至少它是多變的 像是這個技能的話 比如它選擇這個技能 它這個技能 它有個別的天賦數 個別的天賦數 那它會有兩種方式去 兩種方向去點 它比如說 這一個技能 它就是有兩種流派 可以讓你走 像是 這一個技能 只有兩種流派 那再往前的話 我記得 像這一個技能的話 它就 差不多有三種 三個方向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看你要點哪個方向 或者是 你要點這個方向 然後可能 分配一些點數到其他方向去 我覺得應該 應該不行 這邊有打叉叉 應該是不行的 所以 技能上面應該就是 看你就是要走哪一個方向而已 比如說群體特化 單體特化 或者是 Debuff特化 就是簡易特化 所以 其實 在對於一款MMWRPG來說的話 我覺得 就已經足夠了 那如果它再多的話 可能大家會覺得 太複雜 因為 在這款遊戲 在跟我朋友講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職業總共五十六種職業 你可能 可以搭配很多種能力啊 看你要玩什麼樣都可以 他們就覺得 看好複雜喔 但 我覺得 MMWRPG 這一些的變化性 我覺得是必要的啦 就不要再讓大家覺得 每款遊戲出來都是那個樣子而已 就是固定那個樣子而已 玩什麼樣職業 就什麼樣職業 技能就是那個樣子 多變性太少 所以 我覺得 他們這樣的改變 我覺得是 好的 我覺得是好的 所以 技能上面的話 我覺得很特別 我不知道大家 怎麼想的 如果說 你們對於MMWRPG上面 希望說 會有什麼樣改變 其實也可以在 這個影片下面 留言下來 我覺得 多多少少啦 遊戲商 多多少還是會看啊 可能啊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關於職業啊 跟技能上面的話 跟技能上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大家最最最擔心的部分 就是在課金內容物上面 那這個課金內容物上面呢 其實 我覺得 目前他公佈出來的話 其實蠻佛的 因為他要抽的東西 只有持裝而已 他的座棋可以直接用買的 3000鑽就可以買到一隻座棋 然後合蒙的話 所謂的合蒙 就是他們的寵物 寵物的話 也是要在遊戲裡面取得而已 他不能用抽的 也不能用買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實裝 那實裝上面的話 他一樣會有階級的部分 階級的話 一樣會有白綠藍紫金紅 白綠藍紫金紅 這個我們往後看一下 那這個造型的話 這個實裝的話 實裝的話 他一樣會有能力 一樣就是依照階級 給你不同能力 但階級越高的話 能力就會越好 這個部分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攻擊速度 施展速度 移動速度 還有攻擊力 防禦力 可能還有另外的 額外的一些固有能力 然後接下來他後面有講到說 在實裝上面呢 他會有個緣分系統 緣分關係時 達成緣分 會可以拿到更強大的能力值 這就有點像我們之前玩 淚天堂的一些收藏 就是 實裝變身 造型的收藏 如果兩個剛剛好 剛剛好都有的話 他會觸發加乘額外能力 這個的話 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 接下來的話 就是坐騎 他其實坐騎還蠻帥的 那這個坐騎的話呢 在剛開始上市的時候 目前 大家 我看到有個Youtuber 有去找一下 他目前的商城資料 在我們這款遊戲 在上市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會去 上市之前 都會去看他AppleStory 裡面的那個 商城的名稱跟金額 所以就大概都知道說 裡面會賣一些什麼樣的內容 在剛上市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坐騎呢 可以花3000賺就可以買到一隻坐騎了 但是 每個伺服器呢 只有可以買一隻而已 然後坐騎上面呢 都可以有 裝備三個部位的 坐騎裝備 那你可以看一下左邊 頭跟身體還有腳 這三個部位 都會有個別的裝備 那這個別的裝備呢 都可以下去做成長 那這一些的那個 它有分持有跟配置嘛 就會有 如果你有持有這個的話 它會有增加 增加額外能力值 那如果配置 配置的話 你可以去裝備啦 裝備上去的話 它會有加這些能力值 那這些能力值的話 應該都是 沒意外的話 就是增加到角色上面的能力 然後它的裝備一樣 可以去做成長 強化 所以它的能力會 你強化越高 那當然能力就越高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合蒙 合蒙的話就是它們寵物 寵物的話 是不可以用抽的 也不可以用買的 然後 只能在遊戲裡面 額外管道下去 做取得 那如果說你要提高 它的能力值的話 它又有一個叫做 合蒙基因 可以去培養它 提升它的能力 然後呢 它的合蒙 你培育到一定的 好像是培育到一定的階段的話 它可以去做合成 那合成的話呢 它就有一點像 你合成出來 它一世跟一世 合成出來的話 就等頭就是 它生了一個小孩 就是它們的下一個世代 就變成二世 但我覺得可以不用想的 那麼複雜啦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把兩個 寵物合成出來 出另外一隻寵物 那合成出來的寵物呢 它會經由你成長 成長的 成長的越高呢 它的外型會跟著改變 然後 成長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固有能力 他們說的是突變合蒙 或者是你在合成 剛合成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有額外的固有能力 很好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YouTuber 他們去找尋的一些資料 那這一個影片呢 它的網址我會貼在我的資訊欄裡面 大家如果想要瞭解這一塊的話 也可以到它的頻道 稍微去看一下它整理出來的 一些資訊 那里面呢 一开始会有礼包 那这个变身抽卡礼包呢 它是写55,000的韩币 它就是11年抽 再加上有额外的3000钻石 每一周只可以买两次 那通行证的话 是33,000的韩币 33,000的韩币 对了 刚刚没有讲到抽卡包底 时装的部分的话 它是用抽的嘛 那抽的话 据我所知 在台湾的记者发布会上面 它又有人去测试 它说保底只有10次而已 但是正式上市 是不是还是10次 这个就不知道了 保底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选取 自己想要的卡片 至少在这个点上面 就已经很佛了吧 而且只有时装可以抽上 只可以抽时装 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觉得蛮佛 如果保底又是10次的话 我觉得就更佛了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 稍微期待这款游戏 那虽然说 发布会 发布会归发布会 其实之前很多游戏 也都会去发布一些 就是跟你讲说 不会卖一些什么装备 不会卖一些什么破坏平衡的东西 结果到时候出来 给你用制作的 用别种方式 别种活动 去让你抽 让你去做 我觉得就是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觉得真的是太 我觉得太 把玩家当白痴在耍了 但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 他们公司我还是有点信心的 还是有点信心 因为他们之前 在做四落方舟的时候 其实 就是很浓 但是一点都不客气 你无客也都可以玩 所以这款游戏 大家可以 抱持着一点信心 抱持着一点信心 没有100% 但是至少 还是有个50%左右吧 那座棋方面呢 他又整理出来 座棋是3000转 就是刚刚我们看的 那个画面一样 3000转就可以买一只座棋了 然后装备有三种 每一种是1500钻石 就是三个部位 然后座棋装备呢 也可以用金币买 或者是在游戏里面打 也可以打得到 然后其他的消耗品就是 角色扩充 然后外形变更 然后副本 副本增加时间的 然后每天只买一次嘛 然后还有手式的洗练石 就是视频洗练石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要看 他洗练的系统设计 到底怎么样 到底 这个部分到底佛不佛 还是 就是非常刻的东西 这个部分我们在 上市的时候 我们再来特地再做一集 来跟大家说明 还有 好 等一下 但金币商城就是 就是他现在画面这样子 但是 这个部分应该就抽卡了 下面的话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的一个 那个标签里面 就是那个 钻石积分 可以去兑换的东西 然后其实就 就只有这个样子 就只有这个样子 在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卖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变更的话 应该就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出的东西很少 刚开始礼包 也只有一个礼包而已 其他就是通行证 跟一些可以直接 购买的东西而已 所以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还有一些 它有自行去 配合的一个第三方交易平台 就是在 LINE上面的 LINE NEXT 然后它好像还是有纳入 区块链的交易方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上是我们在额外 再做一集出来 然后教大家怎么用 然后说明这一块到底是 它们是怎么样设计的 OK 那这款游戏大致上 目前所知道的内容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他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就等 7月12号上市的时候 我们再来 慢慢的研究 那 这款我一定会玩 那之后我也会去创一个 这款游戏的讨论群 那这款讨论群 我会直接贴在下方的置顶留言处 那大家如果要加入的话 可以直接点下面的网页 用手机点哦 用手机点的好像才可以加入啊 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可以试试看 反正我会贴在下面就对了 那如果大家对这款游戏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觉得这款游戏会不会 在对于我们未来 MMWRPG这个风气上面 会有一些改变的话 下面也可以留言你们的想法 希望啦 希望这款游戏是真的可以改变 目前MMWRPG的 这个泪天堂 冲刺一大堆的一个 这种风气 我觉得真的太糟糕了 OK 那我们我是阿优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